诶哩大家好 我是SKY 这个经地大概一万次的反复改稿之后 Victor Wimbayama的新秀观察 诶终于是升出来了 而这支影片呢 也毫不意外的片场再次爆表 所以想直接看结论的 啊好不好 就请善用进度条 或者是住几栏上的Timecode 去挑到后面的 攻守总结与模板 去看懒人包啦 好的 那接下来就直接进入问题环节吧 在创下多项季度 成为全票新人王之后 如今你觉得温巴亚玛是2000年后 最可怕的新秀吗 呃嘿对 并且上古时代有Magic Johnson这种 结代对独冠的新秀嘛 不过2000年后呢 还是有出现过像Luca Griffin LeBron等等强大的新秀 所以呢 就快去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如果你觉得他不是排第一 也不妨留言去告诉我你的排名哦 身为选秀前的斑马黑 要解释Victor温巴亚玛哪里进步 我应该是最最适合的不二人选的吧 以下呢 我们直接先来看季末马次打金块 开局后的几个回合 这里待过半场后 马次直接发动他们下半机 常打的inverted pick and roll 讲简单点呢 就是小个子给大个子挡人的挡拆 而这里尽快采取后卫 先踩出去喝赌温巴亚玛的切入 Yokish则先往下退一步 去挡死后卫roll in 完成这两件事情后 两人再换防回来 这次赌温巴亚玛 现阶段直接三分pull up的稳定度并不高 果然这里呢 他也没有办法惩罚这样的策略 然后直到金块想放头自己之后 下一回合他射完off screen往外pop Yokish再次成退放头 但温巴亚玛没有脑冲血的拿到球就投 而是等待弱边的Brennan 绕上来和他打一次手递手 如果能挡死Jackson 那Brennan就能攻击成退的Yokish去投三分 接着低拍掩护被绕下守住后 温巴亚玛依旧没有急着要求 再次耐心的反向设下二次掩护 终于制造了Brennan瞬间的切入空档 其实此时已经创造出温巴亚玛在罚球线的机会 可惜呢两人没有连线成功 这波进攻再次失败 在下一个回合 温巴亚玛接球后 Yokish依旧保持成退 这次温巴亚玛又喊了一次inverted pick and roll 依照第一个片段 他知道MPJ会踩出来吓阻切入 Yokish则会先阻挡rollman 之后两人再换回来嘛 所以他MPJ一往外踩 温巴亚玛马马上reject screen往内走 简单的变化就迫使Yokish 必须离开rollman往上斜防 制造出了传给rollman的时间差 然后呢 在下一个回合 强下篮板和温巴亚玛直接自己指挥队友 代顾半场后再次发动inverted pick and roll 不同的是这次队友没有roll in 而是往外趴爆 同时搭配底角的osman 往45度角绕 看似是要打一次手递手 并拉开禁区 创造温巴亚玛直接往内roll in吃饼的机会 但Yokish依旧非常沉腿 提前去踩死他roll in的空间 前面的Aaron Gordon和MPJ的大型侧翼组合 马刺这两个射手在三分线外 恐怕也讨不太到什么便宜 于是最后一拍他转变想法 看着AG和MPJ都会跟防到三分线外马 直接假地手真切入 用速度去攻击成退的Yokish 还刻意先切右 在变相往MPJ追防后 控出来的左侧 抢到一步的空间后 他一次下球 在罚球线内一步的位置 用出我这辈子看过距离最远的挑篮得分 这四个回合下来呢 看出温巴亚玛确实有在解读比赛 且不会在脑充血的 只想靠自己的体能天赋 去硬打强攻 而是要观察对手的防守策略 再去对应用战术和跑位来拆解 顶多呢也就是最后用上 呃外星人般的挑篮来终结罢了 嗯对 而能不能观察解读并拆解比赛 这本来就是选秀前我最质疑他的部分 既然如今温巴亚玛已经证明自己可以办到 那我想面对这种史上天赋最高 又能正确打球的20岁球员 除了彻底的新月臣服以外 我是也没有什么能说的 但是诶说到温巴亚玛的进步 还是让我小抱怨下啊 因为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说 我选秀前故意带风向黑他 我就先不说最后大补铁的时候 斑马和School我评价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就算是谈开季前交流在那两支影片 拿来和新秀年的温巴亚玛的比赛内容来做对比 像那时候我很受不了明明Ignite 整体外线烂到吊渣 他面对没外线的中锋还是硬要贴到很外围 导致那两场一直被Ignite开后门轻松上篮 反观现在面对没外线的Hardenstein 他就懂得抓站位去防守 当Bronstein反跑空气的时候 他就能够踩死路径的嘛对不对 又或者是直到热身赛 都还是会被我嘴的面框蛋头 每次一接到球连试探都不做 就直接想卖高直接拔然后打铁 而下半季来他这样做的次数就大大减少 甚至到季末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转而向前面看到的不断观察防守却用战术反制 不会再傻傻的落入防守最希望他做的事情 也就是外围无脑出手这样 接着呢还有挡拆的走位 一样也是我连续几支影片都有提出的问题 挡空气就算了 拆掉后还老是站在队友传不到的位置要求 反观现在不但懂得抓时机拆掉 拆掉同时卡死追防创造队友的空间 除此之外也开始懂得队友的位置 防守的位置去加速roll in 或是延缓roll in来获得接球的空间 所以我指出他有这些问题 新秀年他也确实把这些问题都改掉了 结果他改完之后 你回头跑来跟我说 你看他没有问题啊 最多是你在带风向嘛 嗯 这个不是这个 你这个因果顺序184有点 唉 只能说这就是现在网路上谈事情的问题 就是顿事不行吗 你喜欢斑马 啊我当时不喜欢斑马 但我有提出我的理由嘛 基本上两场比赛所有回合我都剪下来给你看好吗 啊干不能你喜欢我不喜欢 你就扣我戴风向的帽子啊 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现象不只出现在赌兰我这边的 我的观众也会 因为我也看过有人说他喜欢斑马 就有人拿我的影片去嘴他 所以我理解会有人连带过来赌兰我 炎子追根究底呢还是希望 好不好大家都能养成就是顿事去讨论的习惯啊 他拿得出他喜欢斑马的理由 那很好啊 但我拿得出我当时不喜欢斑马的理由 我觉得那也没有错嘛 而不是只为没有理由的护嘴 哦哦哦哦哦你喜欢斑马 斑马就是烂啦 哦哦哦哦哦你不喜欢斑马 就会被YouTuber带风向啦 那不是 人家斑马每天每场比赛都在不断的学习成长 我们这些做球迷的 也学着点 好不好 哦也当然看心修不可能100%完全命中 所以问斑亚马其实还是要打点我的地方 那就是切入的部分 因为我原先不相信他可以练出 Yanis这样的霸道切入嘛 没想到随着这两年他对抗性与协调性的提升 新秀年他真的已经能做到这种打法了 不过呢这一只先提啦 细节上还是等后面再详谈啦 总之由温斑亚马新秀年这样一扫 原先所有疑虑的成长曲线 我想呢也就终于可以进入到最最核心的环节 也就是本季马刺到底如何使用 如何养成他啦 对我来说刚开机的时候 他的定位比较介于延伸中锋 和投射侧翼之间 也就是有点延续新秀初 他那支片讲到的打法 而差不多进入2024后 马刺则开始加重磨点 他的现代中锋技能 包含挡柴细节 挡柴走位 高位处理球意识 接着大概2月之后 又开始逐渐走向真正的KD打法 透过战术制造他投射 或是快速在外围单打的空间 乃至越来越多的高低位 交给他处理球权 终于最后在季末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融会贯通 成为了能自己打挡拆 能给队友打挡拆 能高低位单打 能高位低小后延续战术 能喊战术后自行创造进攻 简单来说 就是成为了真正的全方位战术核心 这真的很扯 这个练法 简直就像是2K My Career一样 第一个月的VC 先全部砸去点某个技能 点满招下个月的VC 再全部砸去练下一个技能 就这样新秀年一个月一个月下来 每个技能直接全都点到满等 再加上7尺4寸的身高 和聚传将近10尺的摸高 然后呢 再看看这个2K 自创人物标配的 篮筐三倍高上篮 呃 不 这算上篮吗 还是下篮 反正呢 事到如今 因为现在突然有外星人降点地球 说斑马是他把现实NBA 当作NBA2K来玩的实验品 那我真的100%完全信他 一秒都不会迟一样 而在这样什么都能打的情况下 Wenby Yama无疑和之前谈Chad Honggren是一样 成为了一名能无缝 切换在侧翼与中锋之间 堪称是无所不能的怪物 那你知道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无所不能的吗 那当然就是全面提升你网路生活的 Surfshark VPN啊 值得本次影片由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 VPN也就是虚拟私人网路 不能将你的网路加密保障使用安全 这年头呢 大家几乎也都不打电话了嘛 任何交流都在网路上 但其实你的一举一动 传送的档案和讯息 都在大公司与广告商的明示下 而这时VPN就能藉由隐藏你的IP 来阻绝追踪 提升你的隐私 同时也是更别说危险的骇客 网路病毒攻击了 除此之外 VPN也能藉由转换IP位置到其他国家 来合法享有该国的电票 住宿 购物 甚至是游戏的优惠 更可恶 我才刚去完日本最近用手痒的 开始看出国的机票住宿 且Surfshack还有超过100个国家的 超广使用范围 一个账号能在无线装置上 使用手机平板桌垫笔垫 以此保护 就像斑马一人提升马斯的防守一样 Surfshack也独立提升了我的网路体验啊 所以现在就点击住解团 或置顶留言连结 输入我的优惠码 SkyMBA91即可享用专属优惠 以及4个月的额外免费 还有30天的特宽保证 不用担心不适用哦 看过斑马如何用他超扯天赋 横扫禁区的你还不快来试试看 一样全能强大的Surfshack 享受一下马斯得到天选之人的快感吗 OK那现在看看无球吧 以前我就说过 以文本亚马的摸高和速度 他得赢可以有更轻松的得分方式 而非每一球都要跑到三分 线外要求盘球单打 索性在马斯细心的教导下 他终于逐渐学会了观察队友去走位 像这也就是很典型的遞手后 精准抓到Yorkic踩上去对位后卫的瞬间拆掉 便创造了非常简单的REU机会 还有这里拆掉后面有急着roll in 而是先等Sohan把中锋给到深处后 才启动roll in直接用速度去攻击中锋 接着呢是这里 一样精准的抓到狗贝尔对位的瞬间拆掉 随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 挤到篮下疯狂要位卡队友的路 而是滞留在篮底外一步 就等到Osmann把狗贝尔带走 最后终于等到Jones空切接球 创造传球角度后 才一个简单的短距离跳投得分 而你呢可以发现 这些其实都不是多复杂的走位 都很基础 但文本Yama确实呢 是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走位 他不需要用身体或脚步卡住谁 偷偷丢到别人背后之类的 才能获得空挡 他的空挡呢 在篮框以上 而且随时都有 尤其如果挡拆后防守 咱该把后卫换到他身上 那真的是啊 随便抛随便都是空挡 他就是接球转身放球 就像是体育课下课之后 把球捡回来放进篮子里一样 也当然除此之外 文本Yama下盘对抗 有提升这一点也是无庸置疑的 同时他也随着队友传导 去运用转身不断调整面对的方向 而这些中锋要位的基本功 伊亚马 也就是血旧情他匮乏的东西 然后呢 其中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个play 挡拆后再换到老年Walker的错位 在几次对抗和转身成功要到位置后 Walker还是努力地干扰到传球 争取到席方过来的时间 结果面对到已经算是高侧翼的Ken Johnson 双手高举 文本Yama直接把手抬高 喔你在啊 然后呢就把球放进去了 看 看起来超级嘲讽的 而从这样的吃饼高度 再加上他远游于一般中锋的速度 也就让文本Yama在极小的空间内 也一样能吃饼得分 不断是面对灰狼的恐怖长征阵 在对面的大中锋全地起跳的干扰下 或者是这里 胡塞三个人团团围住他试图干扰 诶 不管照样手随便一举 就把球放进去了 甚至是像这两个play 扬转要绕上去挡拆 在最后一秒突然转身反跑 就直接阿雷又得分 砍中打法能当作固定战术的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啊 连场边的转播员都说 到这个地步我是觉得啦 你看到文本Yama旁边没有超过两个防守者 你就直接把球往篮框那边扔就对了 反正他又自己想办法接住的 而且呢 诶 这还真的不是唬烂哦 有好几球不知道是传歪还是故意的 队友甚至是会直接把球丢超高去砸篮板 反正回弹下来 一定是文本Yama最有机会抢到球 然后呢 一样连续弹跳 或甚至不用跳 就把球再放进篮框里面 而当你以为空中战 就已经够让人咋舌的时候 嗯 容我提醒你 学会如何走位的文本Yama 还能打范围战 不然在快攻中在挡拆跟进 或者是队友在底线或低位持球 他从湖顶空接跟进 文本Yama只要在罰球线接到球 基本上呢 他一步就能飞进去爆扣 嘿没错 以前的影片这样提到吃饼的范围 也是吃饼中锋的一大指标嘛 然后那时候常讲的范例是 Ratron Holmes之类的 反正是这种能在中距离抛头的吃饼中锋 这个没想到呢 短短几年内 我们就见证了在中距离 灌难的吃饼中锋了 看简直是把吃饼吃出了全新定义啊 最后呢 马兹如果发现对手挡拆会守得很上面 他们还会让持球者拉到三分线外一大步 去发动挡拆 由此拉出文本亚马快速sleep后 短挡拆切入的空间 且注意到这个play 短挡拆后虽然Jerry Allen努力追防 但文本亚马下球运用两步 往他身上去靠 顶出上膽的空间 由此呢 也能先一窥之后会提到的 他持球上的进步 然后前面有看到他越来越能抓到挡拆 拆掉时机来得分嘛 而让挡拆细节上的进步 不只能帮到他自己 也能帮到队友 像这一样精准拆掉 这次Siyakun不想再让他得分的 选择后退跟防 于是呢 就解放出了Vazil 直接在罚球线跳投的空间 再也除了假挡sleep以外 虽然体格张他很难有效的10挡 但在需要的时候 文本亚马也能用一些细节技巧 来加强挡人的效果 像这一台接获传球后 立刻二次递手给队友 在KCP绕眼或同时拆掉转身 就默默的卡住对方 创造出后续他接球在侧应的空间 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交球挡人后 在对手要追防的瞬间拆掉 直接移动迷宫的 一边row in一边卡住对手 虽然呢 这的确是有点游走在灰色地带 但真的 好的挡拆撞锋 几乎都是会用这招的啦 而这样有意识的 在挡拆中肢体对抗 也就是我前几只他的影片 一直在强调他应该要学东西嘛 接着最后这里 他第一位要求后 立刻转为帝首 因为Jones不会动态投射 所以防守看起来 就是要绕下追防 就个最后一秒 文本亚马一个横移 向下挡人 迫使防守者在最后一秒 转为绕上追防 于是就解放了Jones 直接切入攻匡的时间差 而看到这样的递手意识 如果提前观察到 防守方挡抬手drop 文本亚马在第一位要到球后 也能再绕上去递手给队友 透过从第一位到外围的跑动 加上防守方的成退 去制造队友 pull up跳投的空间 或者是绕过底线 再传给弱边射手的空间 另外呢像这里 他接球后要跟Faseo 打一次手递手 但Jay Donchich 积极往上组绝Faseo接球 文本亚马也能有意识的 等待队友反跑空切在侧应 迫使中锋队位在连带 迎出自己再次打空中战的机会 诶 且别忘了 文本亚马挡人后 不只可以roll in吃饼 他还有出色的投射手感 能往外pick and pop 毕竟马斯阵中具备 强力切入能力的人 已经很少了 所以当文本亚马 把中锋带到进去外的时候 就能最大化队友的空间 同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数据 就是在Catch Show后撤步三分上 文本亚马分别角色28.3% 与46.2%这种天长之别的命中率 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 他习惯自己带球出手 不过我觉得更精确来说 是他习惯前后左右一个踏步蓄地 让自己的起跳有个方向 比较不会分散掉失地的重点 诶 当然我不是投篮专家啦 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 但这种现象 在他执行pick and pop的时候 就能获得证明 不都是挡完往后直接直向接球 类似后撤步的出手 还是挡完后往侧边移动 类似侧踏步的出手 在我看完大量比赛后 很明显这种情况下 他的catch数就稳定很多 不过这种现象仅止于三分线外啦 一旦转为中距离的pick and pop Wenboyama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直接catch数了 且在罚球线接到球后 他可以直接击杀投射 也能端挡拆后下球切入 用速度攻击中锋 又或者当对手没有直接挡死的时候 他还能一步就直接飞进去吃饼爆扣嘛 这样的多元性 无意让Wenboyama的挡拆 更加令人畏惧 因为基本上他的每一个点 都会有方法轻松地去取分 而无球的最后快是定点接引的部分 这在上半季做的比较多 但随着马刺发现他不喜欢站定跳投之后 下半季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Wenboyama的两侧底角有22头12中 这样的超高命中率 而这个呢 或许是下一季 马刺可以去多开8的一个部分 好 再来看到前面反复都有提到的持球单打上吧 和吃饼一样 规格外的长度高度速度 这样他只要过掉半步 基本上整个中距离 都是他的上篮范围 像这家运球过人后收球的点在这里 然后呢 直接一个垫步就从罚球线飞进去扩篮 然后呢 这里也一样扯 挡拆后他甚至罚球线外一步就收球 接着呢 照样点步进去轻松的单手飞扣 再来看这里 他面框后下一次球就收球 而光看这个画面 你能想象到有人从这里上篮吗 诶但很抱歉 Wenboyama真的可以 而这里他接球的位置更底面那一步 所以呢 非常合理的 好不好 他就直接从这个位置收球 飞进去直接隔扣Perto 且不只有长度 别忘了Wenboyama的范围 也包含了高度 像这里他看似没有完全过掉火锅好手Claxton 但单手球一抓 手一伸 Claxton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在自己的头上上篮 这里也是 面对大装风轻人Duran 他面框后加速切入 虽然一样没有完全过掉Duran 但他还是直接越过人家的头上把球放进篮框 干你礼貌吗 而且靠杯 为什么这个画面Duran看起来像是后卫啊 而以上的画面中 我还想特别拉出来再提的 是第三个片段的超远距离挑篮 因为你不死死贴紧Wenboyama的身体的话 一有起跳空间 他就会直接超远距离飞扣你嘛 所以大部分球员都宁愿用身体去贴紧他防守 但此时他就会提早收球抓时间差距超远距离挑篮 而且因为他手鞋太长了 就算他伸直直在那边一般球员也根本盖不到 勉强想伸手盖锅的话反而只会打手犯规 而这种终结范围融合上他进步的运球与切入脚步时 就能得出一个潜地空前绝后的超级切入怪物了 像在他绕出跑动掩护后在Claxton追上来的瞬间 一个超利落的胯下换手 变相在马上抓时间差挑篮 而这个组合技让Claxton完全反应不及 就算伸手也只能犯规 然后这里他一样跑动掩护出来 再次抓准Claxton追防的瞬间 一个卷模Croffer式的背后绕球变相 然后在罚球线外做完这么骚包的动作之后 最后看看他上篮的点在哪 嗯我就问 这他妈到底是要怎么守啊 接着再看到这里 先一个胯下换手 变速 再一个胯下换手 紧接着一个Double Crossover过人 且可以注意到每次换手的时候 他的脚步都是前后的加速步 最后一次撼动到Turner的重心后 终于成功过掉半步 而因为他的禁区外 就可以挑担或是非扣嘛 所以Claxton老走就在蓝底等着斜防了 因此文贝马选择两步切到最深处 挡住Claxton后 才隐蔽的背后传球给Sohan 创造最大的空间 接下来这里也是细节满满 他Pick and Pop后接球 看起来是要再重新跟Jones 打2-4的递手 所以马Loughlin侧身准备要绕过掩体 狗贝尔也侧身准备要踩到另一侧去防守 而看穿这一点的文贝亚马 直接假递手 真切入 然后在狗贝尔全速启动追防的瞬间 一个圈嘎拉回来 最后用他的超远距离狗贝尔都盖不到的挑担作结 从观察防守站位决定切入 到超大幅度的圈嘎 最后到超远距离的挑担去挑战黏度防守球员 这个play完全是他球伤进步 连带解放天赋条件的最佳安利亚 大家虽然看过他用变态天赋 去超远距离飞扣或是挑担 但文贝亚马奇奇已经开始懂得多下一次球 去争取更多的步数 而当这样的意识融合上他超远的跨步距离时 你就不能想象会有多可怕了吧 像这他一个Double Crossover 要到一步后保持运球让自己能绕过底线 就用篮框当作保护一个超级无敌高的反手上篮得分 是说我看到的时候看真的笑出来 真的没有看过这么高的反手上篮啊 接着这一块空中的胯下换手加速 并在关门过来前多下一次球争取后续两步空间 虽然对康星不足以点开Precious Achua 但踩到够深的位置后 他的手一伸呜就能直接越过防守挑战得分 且可以注意到Achua最后一秒还努力想往后把球拍掉 可是呢完全拉不到 这招Wembayama的臂展有多恶心呢 接着这里面的火锅好手Walker Kessler 他加速后一个in and out晃出一线空间 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直接收球进去挑战 但这样Kessler就有机会算时间差从后方盖锅 而如今的Wembayama则已经懂得多下一球 也于是两步从罚球线跨进去 对他来说呢 诶就是超轻松的扣篮得分啦 所以当Wembayama能把天空一般宽阔的终结距离 在融合上进步的运球脚步以及观察防守的接近蓝筐时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下半季 马斯会越来越放心的替他设计低位单打的战术了吧 不过呢战术面的东西后面一点再统一来谈 以下直接来看他在低位单打上的技巧进步 过去他低位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抗的意愿很低 要么就是翻身直接硬拔 要么就是都不想推挤 结果越运越外面 盘球半天最后还是直接翻身头 对比起来像这里 他就先耐心的运球把防守往中度带 清出底线空间后再转身用肩膀卡出空间 有了上蓝角度之后 他的臂展基本上在那里根本就不可能被阻挡啊 然后这里也是 这次他一开始要到的位置更深 所以一样往上带之后 就能利用右脚当轴心转身卡出空间 这次则是用飞过用手一样轻巧的放蓝得手 接着过几个回合 温贝亚玛又在同一个位置要到球 这次位置比较外面 于是他选择了洋装面框 但实际上却是以右脚为轴心再次翻身往底线转 因为Gaffer不想再让他卡出底线的空间 便立刻重置重心 没想到温贝亚玛一感受到他重心朝向底线 马上下球一个垫步在对应翻身回中度 晃出空间抛头命中 而这里他也先用了相同的技巧 假面框但顺势转身 转身后他立刻接一个晃间翻身回底线 此时可以看到他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看似是要以右脚为轴心往后后仰跳投 于是Claxton往前贴防 没想到他最后一秒又以左脚为轴心 右脚Stats入进去 再次用飞惯用手勾射得分 再来最后这两个play则可以连接回前面看过的 如果对手畏惧他的长臂想伸手去干扰 他反而还能顺势用超大的臂展范围去制造接触 买到犯规上发球线拿轻松的分数 事实上呢整机下来 温贝亚玛的发球出手比达到30.9 虽然距离一线买饭好手是还有段距离的 但已经算是偏中前段般的水准了 代表了未来只要把对抗性提升 很可能上升到Yanes和KD那样 靠着身材优势去各种横扫赚犯规 让敌对恨得牙痒痒的程度 诶 当然看了这么多温贝亚玛学会往内打的画面后 最后还是得要回到他一开始的老本行 也就是持球跳投 不过呢这部分就没什么好说了 因为呢 哇 以他的出手点 真的就是没人能干扰啊 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前面提过他更擅长侧踏或后撤的出手嘛 而随时赛制进行很明显温贝亚玛 自己也有意识到这件事 所以当后卫贴他挡人 对方选择成退放投时 他不会像发甲实行那样直接原地拔起 而是会融入侧踏或是后撤 借此来提升他出手的稳定度 也体现出他对自身的理解 单打的时候也一样 因为前面看过嘛 他胯下换手时脚步总是呈现前后 方便他随时加速切入或是后搭跳投 加上我们也看过他各种罚球线起跳飞扣 所以防守者多半还是会稍微放投一小步 也就给了他运用后脚往后step back 或是往侧边侧踏的空间 由此再回到与选秀前的对比就可以发现 他在发甲的时候 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出手的时候都是身体各种歪来歪去 然后呢就更别说那些吐血的单脚三分 再看看现在就知道他进步有多大了嘛 然后呢也就能知道 干我那时候一直吐槽他真的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以前就真的不是这样打球的好吗 所以这里总结一下温贝亚玛整个持球上的成长 观念上他很明显在阅读空间这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就像他现在知道自己擅长怎样的跳投模式一样 他也已经知道自己需要几步多大的空间才能抵达蓝框 所以才能在乱军之中快速的做出圈杆 Crawfer背后绕球等技巧 就是因为他已经具备计算空间和步数的意识 这对于一个持球者来说是很关键的技能 但除此之外 老实讲在技巧上 他现在有的其实都不是多令人惊叹的技巧 多下一次求去争取更多步数 往内跨去主动创造空间乃至低位时 往其中一边转去开启另一边的空间 这其实是NBA所有持球者都有的基本功 但就像无穷那边一样 温贝亚玛需要的真的呢 也不多 他假如来到禁区以内 基本上不用高度长度 到处都是空档 你手高 他就挑担 你手低 他就高抛 还能各种远距离飞扣和买饭 这也就是为什么选秀前五会这么堵拦他 老是接到球就直接后仰投掉 就是我知道他理应能做到这种事情啊 不是说你不能投嘛 而是当你可以近切也可以远投的时候 整个进攻才立体 才有威胁性 不是吗 而从空间阅读能力的进步 也能连接到进攻的最后一部分 也就是温贝亚玛在球场解读上的进步啦 当然最开头已经看过他如何对应拆解比赛了嘛 所以相信大家都明白这家伙在这方面有所成长了 而目前来看最能发挥他传球潜力的战术 是开头看到的 Inverted Pick and Roll 毕竟这只是相对简单的两人小组配合 需要阅读情报量比较少 温贝亚玛下半季已经学会阅读多种挡柴防守策略 也会用运权自己投射牵制地去创造传球的角度 其他超长的臂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非常有利 不论是越过中锋头上去传高调传球进去 还是用长臂直接伸手V穿越了协防送球进去 由此呢就能轻松解放roll in的后卫 甚至是在短档拆侧印出去 解放马刺整对射手的空间 除此之外地位侧印上 Mumbayama也是小有所成 虽然防守方设战位陷阱时 他还是不太能用运球去主动挪移 不过基本上二三线的轮转协防 他都已经能够叛毒了 由此看到他的传球技巧上 他已经练出很不错的右手单手传球 且因为他本来是很常单手抓球去勾射或是放蓝 所以单手传球也是更加容易混淆防守者 争取到射手的投篮空间 而且呢单手传球不只用在传大脚 前面的挡拆传球也一样管用 甚至新秀年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Mumbayama 提前阅读场上的空间 在隐蔽的用背后传球给到队友去攻击蓝框 虽然这种情况大多只适用在快攻啦 一样嘛就是需要解读的情报量比较少 但至少证明他有这种技巧 也有快速解读与决策能力 在除了越来越进步的传球技巧外 Mumbayama的高度与长度 一样可以用在传球上 像在多人包夹 甚至是好几个内线或高侧翼的包夹下 他依旧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队友在哪里 绝对难不倒他 然后呢双手一举就把球扔下去 嘿对扔下去 给队友得分 毕竟他估计就是全NBA摸高最高的人了 他就是不想让你碰到球的时候 你真的也是拿他没什么办法呀 而从这样的神采威胁融合上前面 他在快攻中的快速解读能力 也就能看到他和队友的快攻give and go配合啦 因为他在快攻中接到球 一定都是至少两个人会过去协防 所以团队保护下胆板后 Mumbayama就会先往前跑 队友再带球跟进 然后等他落尾后快速的塞球给他 让协防过去后再马上空切接应 是说全NBA可以玩这一招的 除了Mumbayama以外 大概只有Yanis了吧 而从过去几年攻度了快攻上的破坏力 也就能知道马刺这招未来有多大的开发潜力了 也于是在全盘了解Wumbayama新秀年的状况 直到他的无球走位 挡拆细节 运球与脚步 叛赌与传球 这些持球无球的基本攻上 全部都有明显的进步后 没错 那就终于能来看看 本季他在马刺的战术定位啦 其实从前面一度看下来 你应该隐约都可以注意到 大方向上只是挡拆和低位两种打法 不断来抢弱边轮流发动而已 毕竟Greg Popovich 强调的一直都是球员的read and react 也就是靠着整队正确的判读 在简单的战术中打出非常多样的变化 要拿范例的话 本季最能代表这种思维的球队 我想呢大概就是雷霆队那样 所以除了前面看过的 直接让控球打pick and pop 以及Wumbayama这一代过半场打inverted pick and roll 这两种让他达到外围去持球的战术以外 剩下的大概就是两种让他下到第一位 让他达到禁区去持球的战术了 而第一种是透过挡拆 来解放他快速转身要位胆打的空间 第二种则是利用底线的cross screen 来创造他要位的空间 第一种的变化很简单 以挡拆作为起手式就能试情况 看要直接挡拆吃饼还是转为低位 甚至转为低位后也能再选择单打 或者像前面看过的 再从低位冲出去转为帝首再回到挡拆 至于第二种底线cross screen方面 就能玩出非常多样的玩法了 如果防守方换防交代不清 也不用等上他另侧低位 马斯就会直接把球塞进篮底 让温贝亚马接了球直接翻身放篮 而如果防守方积极阻绝他往低位走 马斯就会把45度角的人搭下来 设一个反向的掩护 让温贝亚马在最后一秒转到外围去动态投射 可以看到像这里他左脚踏出去落地 带动身体往侧边一搭 一个侧踏步就会回到他最舒适的出手模式命中 甚至如果对手看到他反向往外跑 选择积极在追防 原本底线的掩护者 还会在绕上来打一次挡拆 而这里温贝亚马就reject screen切入 在七尺的cornet头上 直接高抛头得手 最后这里雷霆则选择让Dors 往上踩去阻绝他绕到另一侧 整取Chad行到另一边低位迎击的时间 没想到马斯将计就计让温贝亚马上到高位 Dors回位后反而解放出温贝亚马在高位的空档 直接抓准Chad 扑防了时间差从罚球线吃饼得分 嗯对很正常嘛 从罚球线吃饼什么的 更赞的是能转为往外 那当然也是能转为往内 如果第一排对手积极往上踩 去阻绝他往低位或是往外跑 那温贝亚马就能回到像假挡拆 真反跑那样 直接反跑往篮框 然后在极小的空间内直接爆扣篮框 就等于是 你怎么守都不对 你换防他就截到篮底接球 你踩下方阻绝他就往外去投篮 你踩上方阻绝他就反跑吃饼 结果反而目前最能守住的 就是乖乖让他到位置去拿球 但可以预想未来随着对抗与手感的提升 温贝亚马的低位只会越来越无解 嘿对 到时候真的就只剩下绝望而已的 而这基本上也就是马刺下半季 逐渐确立的战术本 运用球员的Real and React 在挡拆和低位两种战术中互相串点 把挡拆转为低位 把低位转为挡拆不断的轮转流动 而温贝亚马的其中的角色 也会不断切换在 外围持球打挡拆 或爬爆到三分线外持球 以及掩护后空切吃饼和低位单打之间 也就是像最开头说的 他能切换在侧翼与中锋两种定位之间 然后呢 以下原本还想顺势谈一下 在这样的打法中 马刺到底需要哪些球员 目前阵容又有哪些人能长流 不过呢 看一下字数 哇 实在是爆掉太多了 所以这一段就把它挪到本月的会员影片 好奇这一部分可以稍等一下 这支片上架后 应该几天内会员片就跟着上了 好了 那讲到这里 温贝亚马有多扯淡 应该大家都明白了吧 但是 就算是比赛内容最棒的季末期间 他的整体命中率也从未超过五成 且作为一个大章从第一位发动战术的战术核心 他的第一位效率仅可胜联盟27.2%球员 非常非常的惨烈 再加上我前面不断强调 他目前改善的只有基本功 就能知道温贝亚马依旧有不少进阶的东西要修 只观来看温贝亚马 现在还是会有年轻王牌都会有的通病 就是投进个一两球之后 只是开始急着想Hitchhack 投一些大号三分 想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看能不能保留体力 同时快速的拉开分叉 而不会想保留体力的话 就透过自己当作诱饵去创造队友的空档 或只是打团队球扣战术来一起创造好的机会 结果几次胡乱出手 反而打断整队的节奏 自己也失去原本的手感 这个就是他三分命中率 始终拉不起来的主因 再来就是他的放球稳定度其实并不高 就我来看 温贝亚马有几种特定的角度放球比较稳定 但除此之外 擦板角度太刁钻 放球高度太高太低的话 嗯对 他真的很容易放球高度太高 他呢其实放强力都挺高的 就是很容易抓不准放球力道这样 其他正面单手抛头的稳定度也是挺低的 弹道跟力度拿捏都还需要练 很常会上下左右的歪 因此温贝亚马得分效率要高 他就需要用脚步和身体 卡住到舒适的空间和角度才行 而这个呢也真的连接到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对抗性 温贝亚马对抗性虽然有进步 但依旧难以在人群中凿出空间 甚至面对到强硬的单防者时 他的下盘还是会推不动对手 就会又回到选秀前那样越打越外面的状况 然后他又不想回到以前那样 胡乱后仰跳投的时候 就只能勉强的尝试远距离的抛头 然后从最后呢也还是打不进 也由此连接到补兰上 因为补兰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人群混战中嘛 此时温贝亚马也很容易拿捏不了力道 明明距离两框超近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给补回去 结果呢补兰效率 仅能胜过联盟21.8%的球员 很低位一样惨烈的成绩啊 接着呢最后还是要谈回到 3MBA当王牌的必修课之一 也就是解读空间去创造最大优势这一点上 文贝亚马目前已经学会在战术内解读情势 去决定要传球还是得分 以及阅读防守蹲转去找到正确空挡的队友 但他还没有办法直接找出场上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在哪 以及缺乏主动用运球玩脚步 去创造自己与队友空间的能力 至于这样的能力详细来说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参考上一支影片 应该算是今年新秀里面做的最好的一人了 而回到文贝亚马身上 像这球快速的导传给他 大中方从禁区出来扑房 篮底护框的是最矮的Jelan Bronson 以文贝亚马的速度优势 切底线过掉Hardenstein 由此进入攻击篮底的Bronson 就是最佳解 尤其路边两人都是很好的射手 居然协方进来也能分球出去嘛 但文贝亚马却往人多的内侧下球 因而被协方轻松守住 然后这球的Johnson 敞到篮板后传给Sohan Sohan来切传给从禁区往外pop的文贝亚马 此时横移极慢的卡佩拉 冲过来扑房 禁区护框的是对面最矮的Murray 以及Trayon 一样嘛 文贝亚马一定可以靠速度优势 过掉卡佩拉去攻击篮底 且Sohan此时也在禁区 只要Murray协防 一个传球就是两分 结果呢文贝亚马 又急躁地接到球 就想直接射手赶 接着这里也是 文贝亚马把篮板拨出去 然后绕到高位去接球 此时看一下场上的状况 蓝底只有防守不叫的Hurter 而且Dunkerspa还有Sohan可以接应攻框 在张外面有底角的协防 所以只要他从Sabonis和Bronze之间穿过去 确保Bronze被牵制在罚球线协防关门后 就能创造出禁区 只有Hurter一手二的超大优势 可惜呢文贝亚马又是犹豫 两分拍之后就直接在高位乱投 所以呢这几乎是一个连锁反应的概念 难以看出哪里最好攻打 对抗性又不足以一打多 然后投进个几球 又会陷入想Hitcheck的低效率出手 让文贝亚马的进攻始终循环在 几个回合超猫 几个回合超鸟 的奇怪轮回里面 不过首先啊 马斯看起来就是有在教他怎么正确打球 而且他也展现出必要实际 可以对应防守侧队的去耐心思考拆解 加上他的对抗现在放球稳定度 势必有一随时时间慢慢成长 可以说比起选秀前打球不带脑 搞得全队陪他折返跑 哎呦压韵呢 这种没修好 就会大幅下修他的天花板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可预计都是几年内 就可以慢慢改掉的 差别只在于改善的程度大或小而已了 OK 终于 终于呢可以进到防守端的部分了 但是字数呢已经破万字 加上这应该是文贝亚马最没有争议的部分 所以呢就容我这一简单快速的讲吧 他现在防守端基本上就是机动性更好一些些 但防守站位的精准度确实也还是差了一些些的 Rudy Gobert 他在挡拆防守时已经很好的抓侧身站位 与用臂展干扰 去压迫持球者的同时 保持自己能回味干扰Roman 并且能快速的重置重心 或是善用脚步在最短的距离内转身补防 这样的能力让他在一手二的状态下 极为可怕 你空间拉的不够开 基本上在他前后左右都有可能吃锅 更棒的是他已经学会活用他的长臂展 去迫使持球者收球 由此他就能主动的抓站位 干扰运球 强迫收球和传球 然后再立刻重置重心回去补防 互匡把对手改成智障 可以说他已经完全有了主动式防守的顶尖能力 而这样的威嚇力自然也就制造了很多隐藏版的highlight 就是拿球的人远远看到Wenboyama 就直接传球或是绕跑 不然只是要出手的时候看到Wenboyama在附近 原本可以上篮的直接怎么样 变成高抛头或是跳投 结果因为要闪避他角度拉太高反而放枪 但仍旧就像果贝勒一样 Wenboyama不是万能的防守机器 遇到中距离好守他还是容易因为成退而被打点 不小心换到外围得要防守后卫的时候 也还是会被过掉 所以马斯其实有一套换防法则 让Wenboyama留在禁区内 像这里尼克打了一个西班牙挡拆 可以看到他没有跟出去外面 反而是成退在禁区 然后指挥队友换防 外面换到趴爆的射手身上 里面直接出去对位持球 这样子真的让Wenboyama留在禁区护框了 因此必须说Wenboyama怪物般的防守数据 固然是值得赞叹的 但也得要称赞马斯教练团能早早就建立好一组 围绕Wenboyama优缺点的防守体系 不过呢这样子问题就来了 既然Wenboyama跟教练团都这么赞 那为什么马斯整机下来防守还是稀巴烂呢 嗯...回到Wenboyama害怕中距离这一点上 就是因为马斯的外围防守者 每次遇到掩护之后 就会直接消失 是的 就是直接消失 这导致每次对面挡拆完 Wenboyama基本上都是一手二的状态 纵使他再怎么猛 每一波都是一手二也不可能全部都守下来嘛 更比如说如果对面有中距离好守 又每次都还要顾忌Roman 这时就容易把Wenboyama防守端的缺陷给暴露出来了 不过我想只要随着重建迈向下个阶段 需要加强防守的时候 马斯自然会找一些善于绕掩护的防守者 到时候搭配Wenboyama的地毯式护框 马斯的防守应该就会马上回魂了啦 所以目前来看我个人不觉得 这会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了 毕竟...黑队 那么总结攻守来说 Victor Wenboyama的新秀赛季 确实呢如从他所缴出的数据 所创下的多项记录一样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未见过的内容 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你看完他的比赛之后 会待个几秒钟 然后想象 要是现在就已经这样子了 那要是这家伙持续成长 再打个十五二十年 那或许整个篮球世界 将会因为他而变得不再一样 Wenboyama的新秀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赛季 仿佛象征着NBA过往荣光延续般的 一个时代的起点 整个时代的转叠点 在拥有放眼整个NBA历史上 也是独一无二的外星等级天赋下 无球上 他已经有水准之上的挡差与 递手细节技巧 由此解放队友的空间 在间接创造自己持柄的空间 达成了史无前递的 整个三分线内 都可以持柄的可怕景象 持球上呢 他选秀前就已经有一组 华丽的Cross Over的脚步组合剂 他的问题始终都是没有办法 阅读空间和防守 去对应的使用技巧 但新秀年至今 他已经学会阅读空间 去计算需要几步 才能抵达蓝框 以及观察防守部阵 去决定自己可以用哪些技巧 来抵达他要的位置 由此也就彻底解放了他 7尺4寸 各种华丽单打的恐怖画面 并且从他学会往内打 对手必须忌惮他冲击蓝框之后 也连带着解放他的投射威胁 在挡差或是单打后 直接跳投的空间 然后更重要的是 在马斯的体系薰陶下 文本亚马虽然还是缺乏 高水准的主动牵制挪移协防的意识 但他已经能活用自己的包夹吸引力 去正确的阅读防守轮转分球 也能判断情势去决定自己要单打 还是传球给队友去处理 这些要大幅改善的选秀前 他手感好 球队就好 手感差 就拖着球队一起陪葬的问题 而其实这两句话呢 也就是文本亚马进化的真正缩影 他的天赋一直都是史上最高的 未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嘛 但直到他接受马斯的养成后 他才真正学会打聪明球 和打团队球 前者让他了解自己擅长与不擅长什么 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弹头 后者则让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与王牌 不在于团队脱节空有数据 可以说球伤的暴涨 或甚至可以说 Greg Popovich的存在 才是文本亚马新秀年真正蜕变 触碰到伟大的关键 防守端上 是说原本被资料的时候 很期待能捡到一些 像新秀出探里面那样 领域展开的片段 结果看完一堆比赛后发现 诶 怎么都没有啊 不过后来想想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的防守已经人尽皆知了 热身赛的时候 大家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挑战他 所以就会有那种 看大家从困惑 尝试 震惊 不解 再到放弃 这种戏剧化过程的爽快感 而随着赛季进行呢 现在基本上 文本亚马只会遇到两种人 一种是远远看到他 就决定不要靠近他的聪明人 一种是看到他在那边 还傻傻的跑进去给他盖的人 第一种看完就只会觉得 嗯 对 你是该避开他 好不好 而第二种看完则只会觉得 干这个球员也太蠢了吧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啊 所以因为他的防守实在太过可怕 反而让画面呈现不出他的可怕 因为呢 大家避开他 他盖到火锅 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 仿佛理所当然一样 只能说呢要不是马次阵容防守能力不足 否则文本亚马新秀年展现的防守能力 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竞争年度防守球员的 光是这样 应该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至于他目前的缺点上 基本上就是球伤和身体强度都还太菜 持球后第一拍他依旧难以看出 防守最薄弱最好攻打的地方在哪 看不出来就更容易觉得 没有空间就想要自己单打作结 然后自己单打的时候 又因为对抗性 所以难以要到够好的位置 没要到够好的位置时 他的放球稳定度又不稳定容易放枪 然后呢等到偶尔进了一两球 还会膨胀 就想要乱拔三分去heat check 就是一个连锁效应这样 才导致文贝亚马命中率始终达不起来 但现在文贝亚马的这些缺点 基本上都是可以随着身体强度和比赛经验去改善的 就是一个 你知道这些问题 以后不会是大问题 所以呢 好不好 我就不会一直抓着那些问题讲了 不是吗 而相比起来 选秀前他的问题都是没有改善的话 他会整组坏掉的那种 所以我才要反复强调他有那些问题嘛 而现在一旦我确定他有在解读比赛 有意识的制造机会后 我就终于能坦然的欣赏他史上无双的天赋了 看真的是怎么看怎么鬼啊 是的 在无求能力间到位 打出史上最扯吃饼潜地下 可预计持球未来也将随着他的对抗性下盘逐渐提升 届时不论是在高位低位三分线 斜方只会越来越难限制他 而等到他身体强度达标 他甚至可以不用理会斜方去做传球 而是选择和Yanis一样霸道的冲破斜方 继续攻击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大家都不用玩了 到时候好不好 他就可以前一个回合无视防守单打喷三分 下一个回合你以为他要喷三分 结果他突然递手给队友 然后从罚球线起跳直接飞进去接球爆扣 然后在下一个回合他又递手给队友 你严防他往进去吃饼 结果他就翻身要位 然后一组华丽脚步直接单打加二 接下来你双夹他 他直接冲破夹击照样得分 接下来你三夹四夹他 他直接从所有人头上传球给队友接应 是不是光用想的就已经头皮发麻了 而在得分胆板高基地会年年双十 又已经是史上最强之一的火锅怪物之下 只要文本要门的解读比赛 做出对应这方面上点得更加精准 借此送出更多的助攻 那我个人是觉得 他真的很可能打造出NBA地史上的大四喜高强啊 届时在学会如何真正掌控赛局之下 剩下的就是看马次要如何围绕他去打造球队 像尽快围绕Yokic那样 慢慢的把正确的拼图放进阵容中啦 而如果这两点都能到位 那我想无庸置疑的 这就是一个王朝的起点了 因为文本要把新秀年展现出 他能影响比赛的潜力 的确呢就是如此的巨大 至于马次需要哪些球员呢 一如前述就等这个月的会员影片啦 最后模板嘛 他应该是第一个 我真的完全给不出模板的球员 因为他身上每一个特质 都有着该领域内最强巨星的身影 在中距离操作 创造空间融合上无敌天赋这一点上 他有着Kevin Durant的影子 在高低位用高度长度去霸凌对手 无视夹击爆扣篮筐上 他则有着Yannis的影子 在防守端能领域张开 嚇阻对面远离禁区 一人镇守整个三分线内 这方面上他则有着Rudy Gobert的影子 然后最后呢是整支影片都还没有谈到的 在访谈中他展现了心理素质 他对于整个团队的态度 温和却又懂得求知的精神 则有着马自当家传奇 听Duncan的影子 在选秀前 他虽然已经有这些特质 有无所不难的潜力 但碍于每样技能的完成度 精练度都太低 所以就算你知道 他是NBA历史上最特别的球员 还是可以从缺点 去拼拼凑凑出他的模板 而如今 虽然依旧有不少进步空间 但他已经将所有技能的完成度 拉伸到超过50% 当那些缺点不再构成问题 不再会拖累他的脚步时 我们终究得要坦诚事实后 把他的缺点摆到一旁 然后专注在如何从他无穷进的优点中 去寻找他的模板了 而此时呢 你就会发现 Well 他将走向的路 恐怕呢 也只能有一条 那就是 独一无二的 Victor Wunbayama 好的 那Victor Wunbayama的新秀观察 到底结束 也别忘了开拓给出的问题 快去留言 他是不是你心中 2000年后的最强新秀吧 那接下来就是 姗姗来迟的 2024选秀大补贴啦 干天哪 剩一个月 我错得完吗 好啦 不管了 那我们就来继续爆肝的 下一支影片 再见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下喜欢 或者分享出去 让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 也热烈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收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新的影片咯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B粉专来 晃晃一同讨论篮球 OK 大概就是这样 我是SKY 期待下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能再与你们相见